在这第一段的教学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个随机出题的效果 那这边可以调整一下这个出题的范围 一开始先设计这随机数的最大跟最小值 那最小值就是min a 最大值就是mass a 在这第一段的教学呢 在这第一段教学我们就是要达到这个随机出题的效果 我们先不用验证 在这第一段教学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个随机出题的效果 那这边可以调整一下这个出题的范围 a 它是random between 就是随机从这里面挑一个 从这个min a 跟这个mass a 挑一个出来 就变成这个小 a 我们可以拉一下这个滑杆 就可以看一下它其实每次有变化的时候呢 它就会重新取样 取样的范围就从min a 到这个小 a 内 那接着呢就让这些资讯在汇图区出现 先新增一个这个纯文字的文本 按确定 那接着把min a 跟这个mass a 也都叫出来 那这个一开始的长度呢比较长 我们从设置里面呢可以调整一下这个长度 调整这个100 对于mass a 我们也可以把它调整这个100 那接下来呢我们把它这个锁定对象取消 然后移一下这个位置 那可以将这个标签呢只显示这个数值 那第二个也是一样只显示这个数值标签 那这边呢就是上下界换范围 那接下来就是让题目出现 所以我们再新增一个这个文本 从这边把它输入 然后这里再输入这个a平方 等于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个插入 我们网格呢可以把它这个取消 好 让这个题目再稍微大一些 所以我们这里的话呢可以选择这个 洋文本 好 这边用大型字 好 一开始设定的时候 有时候字不会跑出来 好 这边拉动一下呢就会更新 但我们不想每次出题就要拉动滑杆 我们现在再新增一个这个按钮 接着最重要就是脚本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每次按钮呢 我们就要对什么 对 a 的值重新设定 所以set value就是要设定 a 的值 那 a 的值要怎么重新设定呢 就是刚刚选的这个random between 好 这里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 r 跟 b 呢一定要大写 min a 跟这个 mass a 好 这样子呢就完成这个 set value 好 按确定 在这小节我们主要利用 最主要的就是利用到 random between这个函数 那另外就是这个按钮的脚本 好 这边就可以把这个值呢 做一些调整 好 那在下一讲我们要进行的就是 如何验证使用者输入的答案 判断它对与错